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Alex Tech 我是Alex 今天就给各位带来最近ASUS推出的ASUS Zenfone 8 Fleet 那就是为什么它这次会叫Fleet呢 是因为这次ASUS有把它的旗舰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俗称的无印版 就是前面一颗打孔镜头 后面就是普通的镜头组合 另外一种就是它这种招牌的反折镜头设计 那就是我觉得它的售价是有点偏贵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迟迟不开箱入手的原因 那可是我不想因为它的价格而判它死刑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视频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吧 那我们先从外观设计来欣赏这部机器的话 其实真的非常有ASUS手机的影子 这一点是不用之一的 而我这次拿到的是这个银色的版本 其实这个配色呢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反射的光泽 刚好有白干硬朗的那个味道 带出那种旗舰的风范 虽然它的机身背盖呢就是没有放那些有的没的标志或图案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ASUS Zenfone的字样呢 跟那个背盖是格格不入的 可能是机身本身就比较厚的关系吧 而且也不用我这样强调 真的超容易斩指纹的 镜头模组采用这个反折设计 设计呢其实不会很突兀 重点是在镜头模组的内部 也有做一点小设计修饰 设计来说还是诚意满满的 那就听完好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些日常会遇到小问题吧 首先是如果你平时用手机的话呢 那个模组是蛮爽动的 会有就是掉一点点下来的情况出现 而其实ASUS也只要问题所在 所以它才会在它的原装手机殼 加入了这个卡点设计 而我也不懂啦 就是如果有时候 然后我就是要开到自拍或是解锁的时候呢 会不会比较容易弄坏那个镜头 这就是这几天我比较在乎的一点 那就来到做工方面 其实整体还算是蛮精细 按键也不会松动 唯一我想吐槽的是 那个金属中框和屏幕边框的割裂感很强 加上9.6mm厚和230g中 相信我 单手握持一点都不舒服 而且疲劳感即刻浮现 但是还是有值得欣赏它的地方的 而就是当厂家为了做一个全面屏的手机 而选择移走信息灯的时候 ASUS其实很聪明 它选择移位在重天口附近 那在这里的话信息灯就在线江湖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是因为它的实用性真的非常强 这就使得很多时候 我是不需要特地开电话就是查看电量 或者就是不需要透过点开屏幕 而知道有没有来信 屏幕部分呢 搭载了跟上一代一模一样的 6.67寸 AMOLED屏幕 更新率也是90Hz 这里总感觉ASUS在偷懒 不过虽然是偷懒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使用SENFONE系列的手机 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吧 其实谁说那个打孔屏 拿掉挖孔设计来看似呢 变化不大 但是当你看到这块屏幕是全面屏的时候 还是很震撼的 不管你是热场打游戏 还是刷一些APP应用 少了一颗东西在你面前 真的是身眼不少 90Hz在热场使用中也是帮助不少 都很顺畅 但是我觉得现在2021年120Hz的屏幕 满天飞的情况呢 还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你不给一个LTPO屏幕 或者是升级一下屏幕数值 也至少应该升级那个刷新率吧 打字方面的震动引擎呢 我觉得调到还不错 打起自来很直接干脆 不过我觉得啦 如果ASUS可以在例如快门这些操作上 加更多的回馈呢 那在使用体验上肯定更上一层楼 接手方面的体验 我其实还蛮喜欢评一下指纹的摆放位置的 因为手机比较大块啦 所以我都会通常拿中间一点 就刚刚好跟我的手指完美的贴合 解锁速度也蛮快 所以整个的解锁过程呢 是很舒服的 那到脸部解锁这里呢 其实这个翻折镜头的关系 多多少少也有一丢丢慢 但也还算是蛮准蛮快的 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戴着口罩也可以很精准的辨识 并且解锁 最疗愈的是 脸部解锁的时候 可以听到那个反折的机械齿纹结构的声音 还有适当的触感回馈 还是真的很疗愈的 但是因为我刚刚都讲了 这个手机是比较大步一点的 所以我的实质呢 就常常好像是林先生那样 一直顶到那个镜头啦 镜头有时候严重卡到呢 就会收回去这样子 对于这里的解锁体验 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就是用了一下下 我干脆直接把它取消掉啦 来到喇叭方面 其实双喇叭的氛围感呢 还是很强的 适当的音音娱乐都游刃有余 音色方面的呈现 Asus也是调得刚刚好 唯一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底部喇叭的bass呢 是很丰满很分厚 也很有质感 但是来到顶部的喇叭呢 我听了很多次 都几乎听不到里面有bass的 所以这里很明显就知道 它顶部和底部的那个喇叭呢 不是同一个单体来的 所以如果你说听歌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真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里也给你们听一下吧 这一次 Sandphone X Flip 搭载的是12MP的超广角镜头 64MP的Sony IMX686主镜头 还有就是8MP的望远镜头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Asus用比较老的IMX686镜头呢 就还好 毕竟软体做得好 这些都是小事情 Pixel 5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好例子 但是我思前想后呢 至少应该加一个OIS给我吧 样张方面 Asus还是比较会玩的 各家厂家都在提高亮度 或者是把那个照片 弄到特别的色彩缤纷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常说的 那个旗舰手机排来排去都是那个样子 Asus他在这里 就选择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它的颜色表现偏向原汁原味 这里就很明显的看得出 跟其他旗舰的不同之处 不是说它的样长不够鲜艳 只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就是 很故意弄到很鲜艳的样子 细节的控制 我也觉得拿捏的刚刚好 特别是那个天空的蓝 诠释到我很满意 超广角镜头我其实反而就觉得还好 因为可能就是130度也不是很广啦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防击变处理 说真的 它的表现以旗舰节来看的话呢 还是稍微有点普通的一点 在望远镜头的表现也感觉比较普通 目前我是看不到非常鲜明的特色 算得上是中规中矩吧 自拍方面也是沿用了一样的镜头 但是幸好它是有美颜功能的 所以当你开了一点点的美颜之后 简单的修饰一下自己 还是可以做一个美男子的 人像方面 因为是用后置镜头拍摄的 所以就是超级漂亮 那一个弥三元是真心超赞的 那在此我也顺便献上他们的招牌 反折镜头全景自拍 给大家赏心悦目 在录影方面呢 它最高是支持一个 8K 30fps的画质 但是因为我开了一个超防抖的模式 所以它只有一个1080p 60fps的模式 其实在整体的画质 还有那个防抖功力之中 虽然没有OIS 它还是有一定的功力的 但是我就说 你既然在自拍拍照那边 都加了一个美颜功能 为什么就是不要在录影方面 都加一个美颜功能呢 这里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扣分 而且我觉得整体的画质 它静光量不够强 所以它会弄到很暗 最后就是 它那个收银方面呢 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它有一个防风的功能 还有就是转注Mind Focus的功能 夜排方面 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 还是达到了旗舰机的水准了 在整体的静光量控制 还是做到大致上让人满意的程度 至少IMX686要做到提高亮度 又不会带出那个噪点 而且要保证暗部细节 不会被忽视或者牺牲 一定要靠软体 而ASUS确确实实的做到了 在超广角镜头 大致上也维持跟主镜头一样的算法表现 最多是比较暗一点 还算是不错 不过如果当光线不足的时候呢 真的是很考虑它了 不是它的算法不强 只是因为没有OIS的加持 所以那个弧片率非常高 对是真的很高 ZenFone X Flip 搭载了今年最热的火龙888处理器 那我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担心它的整体表现 是因为ROG Phone 5的调教做到很好 那确实它也没有让我失望 在热仓的使用下呢 虽然稳度还是会有 但是不会连玩一个FB都会标稳度的那一种 此外它还搭载了一个8GB LPDDR5的RAM 虽然就是说以旗舰机来讲它的RAM是算比较低的 但是目前用起来也好像用不上那么多吧 来到那个续航方面 5000HR大电池肯定可以稳住你一天的中度使用习惯 30W快充也可以提供适当的回血 那其实的掉电量还是算蛮夸张 好像充满待机到第二天是直接跌5% 5%看起来不多 但是5000HR换回来就算蛮严重下的 游戏方面呢 在今年888期间来说真的是调的很不错了 原神极限画质加上60帧 跑3-4分钟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难度 它选择的方案也跟ROG5如出一折 在它要做到几乎没有掉针的疯狂输出同时 尽量的把温度压着 温度大概维持在45-47度这样子 则是这次战斗的牺牲品 掉电量高达10% 还算是蛮高的 不过如果你讲游戏质量如何 我敢说它是顶级的 唯一很可惜的地方是 因为它采用的是翻折镜头 所以那边是肯定有一点点的缝的 就当你玩游戏玩得太热的时候 那个热气就会从那边出去 所以就会弄到你的左手很不舒服 不懂Sanphone X Flip的朋友们 有没有用到一样的问题 麻烦就在留言一起那边讨论 总结一下我对于ASUS Zenphone X Flip的看法 其实综合表现起来 如果我真的要用ASUS的手机 我宁愿去用它的ROG Phone 5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吸引力来得更高 堆料来得更好 而我觉得其实ROG Phone 5的价格 反而会来得更加合理的 特别是那个喇叭方面的表现 是因为那个喇叭可能真的是太震撼了吧 然后最后就是 我觉得它身为就是一个翻折镜头的设计的手机呢 我觉得它不够特色是因为 它没有把更多就是拍照上的玩法 还有一些功能放在这一部机器里面 如果它有就是试着把一些更加新银 或者就算你平时不用 但是这些特色的东西去彰显它的那个魅力呢 我觉得这款产品的特质会更加的强更加的浓烈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上方问我 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再见啦